黎总好 对面主播哪个部门呢 我是运营部小西 就是上周给你买过两杯咖啡 一共19块8年 一直没给钱的那个 是吗 那你说吧 这把怎么玩 我能说吗 咱们公司企业文化 那就是把员工需求放在第一位 放心说 我赢了公诉给我 你给我免费打三年工 你换个需求 那我赢了月薪给我涨到5W 公司在这边我们双修不得加班 每个月给大家两天代金休假 女性员工都给两天月薪假 怎么样 我赢了你免费给我干的退休 那个老赵前孙女都在吧 一会儿我说上票的时候 都给我顶到最大 回头顶项目再让你们两个顶 来 直播间有没有老板家人们带 就给老你把票顶一顶 对员工可以抠 对咱老板可不能抠 BOSS还要BOSS 家人们 小助理下通知 让公司所有人都必须 至少给我刷一个棒棒糖 截图发群里 不送的算矿工好吧 跟主我一样想要干发老板的家人 都可以帮忙上上票 哪怕一个小星星都行 虽然说咱们一面不大 但是咱们大我人气势不能说 时间快到了 我又不会属于大工人的一家 老天你说好了十个家年华呢 我真没见过你这么可老板 我见过 小助理啊 对面主播是用气过了吗 家人们整不住屏 我意思是提前给你转正了 谢谢丽子 那前面说的惩罚呢 我全认